今天上半年 進口車成長得 真的是非常的高 然後在國產部分 稍微有一點點萎靡 那麼進口車的市場 我們就來看看一般品牌 也就是大家覺得相對來說 比較清明一點點的一般車款 銷售的成績到底如何 對 我們把一般車款的銷售的 這個Top10 進口品牌Top10把它列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我們一樣有用顏色區分 紅色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紅色部分其實就是 所謂的休旅車的一個類型 OK 那綠色的話 就是所謂的先備車或是房車 那藍色的話 這屬於MPV的一個車款的設定 所以很清楚的 在這Top10裡面 一樣賣最好的也是休旅車 這一直以來在講 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 全世界都一樣 那SUV這個熱潮一直在 持續在進行中 好 那這部分裡面 其實第一名就是 這個RAV4七千四百多台 那我覺得不意外 它是賣最好的 然後當然我覺得整個看起來 不管是哪 不管是排名第一名的這個RAV4 還是最後一名的這個 Colivor 對 它們其實都存在著 還是一開始我提到的 它們都在消化過去的訂單 過去的銷量 那之前我們也聊到 其實在這麼不正常的 這個三年裡面 疫情已經延續了三年了 今年開始恢復正常 在這個時間裡面 其實你訂到 接到多少訂單 不是重點 最大的關鍵還是 你能交出多少的車數 那就算是賣最好的RAV4 上半年賣七千四百多台 但目前它還是處於缺車狀況 尤其是在油電車款的部分 好 那其實包含接下來的福斯 它有TiGuan有上榜 它是第二名 再來是T-Rock也有上榜 事實上這兩台車 說真的啦 它們的世代都沒有那麼新的 就經過小改款完了一段時間 然後尤其是TiGuan 其實它大改款的車 已經國外開始在入市了 那會這樣講是因為 其實新鮮度沒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那還是回到 我們一開始講的 它其實就還是在消化過去的訂單 對 車當然沒問題 TiGuan真的缺車滿嚴重的 對 當然這部分也代表 車這個受到消費的肯定 那之所以能上榜 在這麼不正常的時空變影之下 還在於說你能有交多少車 那我們一直都在說 就是都在消化訂單 到底要消化到什麼時候 還在缺車 我估計今年下半年 還是一樣的狀況 但國外慢慢緩解了 但是你看國外要先國外 然後我記得之前在節目上 也說過國外緩解的話 它的優先順序還在於大市場 美國 歐洲 日本之類的 中國 了解 台灣 先給大市場 一定的 很正常 我先滿足你大市場 這市場比較大 客人比較重要 那台灣彈丸之地 那麼小 先後面一點再說 所以我覺得樂觀的判斷 還是可能等到明年 上半年 等於2024年 大概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對 沒錯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 比較值得提的是 像Mazda CS5跟Mazda 3 然後還有一個CS30 都有同時上榜 有這麼多台上榜 很厲害 對 跟我們印象都不太一樣 因為Mazda其實說真的 它就默默在賣的感覺對不對 對 它其實沒有太多的一些 改款動作 有啦 其實世界上 在我印象很深刻 年初的時候 它有一個微降價 大家都在喊漲價 它稍微微降價 然後我覺得這也代表是 至少我可能車子賣了 比較長一段時間 我這個稍微把所有的 用回饋來刺激買氣 對 沒錯 那當然價格是一回事 另外還是我覺得 回到Mazda這品牌 你今天真的要挑一個 所謂的 我會喜歡日式 精緻 細膩的這部分的話 Mazda這品牌 無話可說 就算是可能上市 有一段時間的CS5 它一樣是相當精緻的 所以它 我覺得應該說 整個品牌已經營造出 它固定的一個課程 而且有豪華品牌的感覺 有 絕對有 而且我很 那個質感 沒錯 而且我很期待 接下來它終於下半年 有新車CS60 它也會把這個車格 又稍微往這個定位上 拉高一點 可能是150萬起跳 我自己估計 那也希望把這個 可能品牌可以上 往上堆疊一點點 我覺得這挺不錯的 所以Mazda其實在上半年 也是表現非常好 Camry 老面孔 我覺得就不用多說 雖然是很傳統的 這個大型房車 但是說真的 這個車開起來還挺舒適的 空間又大 所以還是可以收到很多固定的 消費者的期待 那再來是 剛剛沒有提到的是 Swift Swift也是默默賣了1610台 對 其實在消化訂單 這也是在消化訂單 它這麼缺車啊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就一樣 不管是可能稍微 稍微小中一點的Sewiki 或是比較主流的Toyota 大家都是在缺車 大家都是在消化去年的 這個交車的部分 KIA最後的第九名 第十名是KIA 那其實我覺得 包含的像Carnival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比較特別 它是硬需求 就是我今天就這五人 七人座的這個 Full Size的需求 我一定會選擇這個車 而且它很大的一個重點是 當然你說七人座五米的NPV 可能它的市場上 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它的平均主力車 車價落在180萬 它也就是說 用以往過去 Odys的價格 買到Sienna的車格 空間跟配備 Sienna現在和它 兩百多萬 兩百四十萬起跳 是喔 一來一萬 你說它主力180萬 而且車格一模一樣 它後面形象空間的設定也一樣 超讚的 對 所以為什麼NPV 可以突然排在這個 上半年的Top10裡面 它原因在這邊 那Sport10原因是一樣的 它其實這兩台車 對於KIA的支持者來說 都是等待很久 因為Carnival 記得我還在社團臉書上面看到 它等了快兩年 終於到車了 它眼淚都快流下來 等了快兩年 等待值得啊 對 當然 對不對 用這個車的人 不可能很快就換車 是沒錯 它暈虛一小 它會用很長一段時間 OK 所以大概又是 今年上半年的進口車 Top10的實款車 一個簡單的介紹 分析給大家 好 謝謝小鐘 我們帶來今年上半年 一般品牌 一般進口品牌的銷售的Top10 那當然電動車的時代 我們會從大概今年初 其實從去年開始 你就有感受到那樣的氛圍 好像電動車的選擇 真的越來越多了 而且台灣消費者 接受度也越來越高了 我們幫大家統計一下 今年上半年賣得最好的 這個電動車 它的銷售的狀況 好像感覺只有一個品牌在賣 我們如果撇除了特斯拉以外 傳統車廠出的電動車 好 銷售狀況如何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像特斯拉賣得好 大家都沒話講 對 可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特斯拉是豪華品牌 因為它是豪華品牌的售價 可是實際本質上是不是豪華品牌 我覺得這個就有待上去 可是我們來看真正的豪華品牌 他們的這個銷售表現 其實跟去年相比 已經有大幅度的增長 我們先來看說 B&W 它賣得最好的就是這個 IX 它是這種中大型SUV車格的設定 沒想到最貴的IX竟然賣最好 對 其實我覺得也呼應到 我前面有講就是大家買車 其實都會往上面去看 就是車格越大 配備越豪華 人都要升級的嗎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它為什麼 可以賣得那麼好的原因 你看它跟去年相比 其實它是增長了700%以上 就可以代表說 你看它今年就是 為什麼今年 所以表示今年交車上比較 就是有大量到港了 對 其實因為去年 那時候大家都在 缺得要命 對 想說這個我訂了IX 到底什麼時候車才會來 因為去年交的大部分都是40 對 40 那它的50就long range的版本 一直交不出來 量太少 對 去年據說這個50 就是只有個位數的這個數字 對 那今年就比較多了 今年就比較穩定了 因為其實還是跟這個疫情趨緩 然後供貨比較正常有關係 所以說到今年 就是大家訂的IX 終於就是陸續到港了 然後接著是這個i4在的房車 這個也是目前就是B&W旗下 就是最主力的這個電動 純電的這個房車 它跟去年相比 其實也是超過百分之七百的 這個增長的比例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今年才上市 IX1 它其實三百三十輛 也是算是還不錯的表現 因為畢竟就是IX1 它是跟著這個 全新的這個X1一起上市 那它的定位就在於說 這個X1車系的 這個最頂規的這個設定 不管是動力啊 還是配備來講 它就是以這個 比較範圍比較高level 這邊來賣 可是它的這個銷售表現 其實也是相當好 聽說它這個車系的比例 油車跟電車是55 對 所以 這個很誇張耶 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大家對於說這個B&W電動車 其實已經相當有信心了 是的 對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EQE的部分 它這個其實是除了像這個B&W i4以外 另外一款就是這個豪華品牌 電動房車的一個選擇 那目前呢 也是有交出309輛的這個成績 因為它是今年來上市 所以我們還沒有看到說跟去年的這個比較 不過呢 接下來呢 像賓士他們也有這個EQE的SUV 還有EQS的SUV 這個也都是就是接下來就是會陸續上市交車 那我們也可以 其他看看說 它跟這個iX之間呢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就是銷售表現的一些增長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KIA的EV6 KIAEV6來說呢 你說跟就是Hyundai的IONIQ 5 它雖然在這個就是算是一個雙升車的關係 可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EV6 它是銷售表現是明顯的 就是勝過這個IONIQ 5 然後它總共504輛也是跟去年相比也是成長相當多 那在EV6呢 其實呢 前一陣子在這個英國這個GOOD活動 它發表這個EV6 GT 那GT車型呢 它就是代表說它動力更強 而且它的操控表現更有運動化 因為其實像這個EV6我之前有試駕過 其實我還蠻喜歡它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夠舒適 比較運動一點 如果跟IONIQ 5比的話 對 跟IONIQ 5 外型比較運動 可是呢 我覺得如果說你需要說那種動力更強 然後操控表現更好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期待看看 之後會可能會上市EV6 GT 你說台灣嗎 對 台灣有可能會上市喔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VOLVO的XC40 Recharge 它其實今年也是交出632輛 它其實去年已經銷售表現 算是這個還不錯的這個成績 可是呢 今年它的這個銷售表現 是比去年更進步 也是因為它多了一個Single Motor 對 它多了一個 就是比較在入門一點的車型 那我覺得相對降低 就是那個入手的門檻 所以它的銷售表現也是蠻好的 再來的話就是BZ4S 因為其實BZ4S去年上市之後呢 其實就是有一陣子 它沒辦法交車嘛 然後到了今年 它就是終於有比較穩定的量 所以說也是有交出433輛的這個表現 對 然後其實呢 今年下半年之後呢 其實也有很多的這個新的電動車 其實會陸續到達台灣 那包含說像我剛才提到 像這個賓士的EQSUV EQSUV 然後呢 明年的話 其實還有更多品牌 像福士集團的一些電動車 也會陸續到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動車市場 是值得去觀察它的後續 是 沒錯 好 謝謝阿克 所以我們每個月啊 銷售的這個報告當中 我們還是會幫大家獨立的 來介紹一下電動車 目前市場的整個的生態的狀況 並不停的 是 臺灣 是 音樂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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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